之前我看在前几期的探索中 一博都带上了手冲咖啡嘛 所以也想问一下两位 都喝上一博的手冲咖啡了吗 喝了 喝了 味道 节目开始前就喝了 当时喝的时候心蹦蹦跳 不知道是咖啡音的作用 还是一博亲手做的 味道怎么样 真实反馈 其实现场我们条件挺有限的 冲的咖啡 我觉得都冲的很粗糙 因为没有特别的 你像我们在海岛烧那个水的话 我觉得那个水都没有烧到特别到位 然后冲的那个装备也很简陋 就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滤网 然后有一次我们还把它冲散了 然后一博说 没关系 我们喝的就是一个感觉 他在不坏的时候也这么说 我其实之前和一博合作过一次 所以我可能相对比较早的知道是一博来跟我合作 因为当时团队就跟我说了说这个艺人你应该不陌生 他就跟之前合作过 我当时想我就知道了 但是呢其实我在4年前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呢 当时在录天天向上节目的时候 她是主持人 对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了 是嗎 對 但是他那時候給我的印象就是 非常非常的像一個 像一個那個 柔軟的小孩 真的很像一個柔軟的小孩 就是說話也很小聲 然後呢 說話也很害羞的樣子 然後和我這一次 四年之後這次看到他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見到他的時候 他剛剛錄製完《熱帶雨林》 然後從《熱帶雨林》那一集直接飛到我們的錄製 現場的錄製地吧 那個萬林丁島 然後飛到珠海坐船到萬林丁島 就我們經歷了一個 他剛剛拍完第一集 所以其實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已經曬了皮膚有一點黑的了 就跟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那種就有點不一樣了 所以我的第一直觀就覺得 這個小孩有一點點那種很戶外的感覺了 就是直觀上就不一樣了 然後之後我們在合作之後呢 我發現他和我想像的和我四年前跟我說的 他對大海對深海有恐懼 對黑暗有點害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我們到深海包括到夜晚之後 他一點點恐懼都沒有 就完全沒有看到說 所以我們在節目拍攝的前一刻 我們在節目拍攝的前一刻 把它培訓的已經非常非常好 已經完全能夠直接下去 根本不是這樣的 節目是非常真實的 他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 所以呢 其實讓我特別意外的是 他好像之前四年前那種怕黑 怕深海 然後有一點恐懼的這種狀態 其實在我們在一起的那四天的探索過程當中完全沒有 但是他可能有一點點適應了大海 還是說他自己這四年真的有很大的成長和變化 當然一博可能跟我們之前合作的其他的明星相比的話呢 我覺得他可能有一點點那個讓我特別驚喜的就是 他特別的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特別強 就他幾乎 他有很多的協助他的人 但他在整個節目過程當中 在我那一集當中 全程沒有跟我們在一起 就不管是他的助理也好 還是他的那個工作人員 沒有任何人幫助他跟我們在一起 全程都是他自己 所以這點讓我覺得挺意外的 就是他完全自己對新的環境 艱苦的條件 然後沒有水洗澡的地方 然後沒有那個冷氣 沒有好的環境 沒有好的食物的地方 他完全非常享受 我覺得這個是我非常驚喜的地方 也是一段很奇妙的緣分 但是他也後來發了一個宮城 很像4年前的連線 他說他害怕深夜的大海 結果沒想到四年後他就跟周方老師一起去夜遣了 對啊對啊 而且他表現出來的 和他自己內心想像的可能不一樣 就是他真的沒有到大海的時候 他想到他是恐懼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是我们对于未知 对于不知道的事情 一开始都是害怕 但真正你靠近它 了解它 走近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自己 自然而然的你的心门就打开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种恐惧 很自然的就会流逝 吴老师呢 你们那次有什么比较惊险的事情吗 我们每一秒钟 就是说那个汽车轮 它在地上每转一圈都是危险的 因为我们拍摄的那个沙漠 真的不是一般的沙漠 很多朋友们可能 看过沙漠的照片 或者是曾经在以前的 某些节目上面看过 那都是其他的沙漠 这个沙漠是全世界 已经是世界自然遗产了 它的沙丘非常的高 我跟你说它高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开着一辆车 从沙丘顶上 然后下去就正常的 下去你会有耳压 要是耳压 对 你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耳朵不舒服 那个沙子是软的 它和地面不一样 我们可能 大多数人开车的时候 一听到有耳压之类的 可能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下坡 但其实不是这样 你下坡是需要技巧的 然后你如果杀的过猛的话 你车会翻跟头的 反正如果打不死的话 你车会翻跟头 或者是怎么回事 非常的危险 就是所以我说轮胎 每转一圈 它就有可能会发生问题 包括在里面 那个地方 我们会时不时的 就会看到有一些汽车的残骸 这个全平人当时两手抓着方向团 脚踏在油门上的时候的感觉 当然一开始我们不是就 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 直接上到这么有挑战 或者是这么危险的沙丘上面去 我们也是循序渐进 从相对平缓 相对质地较硬的沙子 开始 然后一条路线 当然路线也是一波选的 一条路线 然后穿到头 穿到最高的地方 对 这过程中也发生危险了 实际上 我不知道大家到最后 是不是能够注意到那些危险 可以仔细地去看见 我们偶然在一个湖边 反正就是遇到了那种沙鸡 就是小红果 红色的橘红 橘红色的通红通红的 然后有的是酸的 有的是甜的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丛 一大片 就是尝起来味道比较甜的 然后我们就摘了很多 当时一波也是拿他帽子 摘了很多之后 说路上吃 补充点维生素 然后我就把那沙鸡 就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 然后把水 因为要节约用水 淡水很贵 然后就倒了一点水进去 然后使劲在里面摇晃 然后冲洗干净 然后就摆在那个驾驶 驾驶员的旁边 那个仪表盘上面 那就是说 开车的时候可以吃 但是由于这个路 真的是特别的惊险 也危险 就是你越过这个沙丘 你就不知道沙丘 你在爬的时候 你不知道沙丘 另外一边是 所以一直是很紧张 然后那个塑料袋又快掉了 我就把它就拿了放在手扣里面 然后就忘吃了 然后后来可能都发酵了 就是因为太热 可能这是唯一的一点 一点还比较有趣的地方吧 其实整个过程相对来说 你在那种太阳 温度 发动机的轰鸣声 没有丝毫的风 或者是 对 在那种情况下 真的 没有特别有意思的 不像周芳老师这种系列 还有 对 还能看到鱼 还有猴子 猴子 我们的什么都没有 你想找一个昆虫 你都找不着 就是 我们探索新进这个节目 主打的就是一个丰富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体验都有 对吧 对 然后就是 我刚才说的有点过了 就找一个昆虫 但是有很多的那个 到了像峡谷 就是它不是沙子的 它已经是 石头沙子混合的 像那种 蛋侠那种 那种地貌 到那个峡谷里面的时候 有很多的皮虫 它会追着我们跑 有一天晚上 我跟伊波 还是在那个峡谷里面 去 去录的鹰 是在沙漠上 第二天一大早 就会被太阳里晒行 不如在峡谷里面 借着一些阴影的话 可能会可以多休息一些 很多的皮虫 也不怎么好玩 可能 没有猴子那么可爱 那些皮虫 站在肉里面的话 伊波可能也终生难忘了 这次沙漠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害怕 是吗 对 一点都不害怕 没想到 他现在胆子这么大了 是的 而且看他可能 他蛮喜欢车的 所以他喜欢 我们在水面之上的时间 相对来说 会比较放松 然后我们会去找食物 然后我们会一起 升篝火 天到海北 聊聊天 这个阶段 我们其实还是 相对来说 比较松弛的 然后伊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表现出来了 他自己的一些 好多的一些 比较放松的一些本性 包括他的好奇心 包括他甚至有一些 孩子气的东西 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体现出来 然后我们树枝 其实就是我们到 第一天录音地的时候 当时在 当时那个厂物在那 清理那些现场的环境 然后我们要开始准备扎营了 然后出完就发现了 一个很长的 一个木头棍子 然后他看完之后 拿完之后说 这个好呀 这个东西好啊 然后过一会儿 就把自己把那棍子 擦擦擦擦在那个 沙滩上 然后跟我说 这个可以 我们可以晾衣服呀 然后因为我们身上 潜水之后都是湿的嘛 帽子呀什么都是湿的 他说我们可以晾衣服 然后晚上可以用来挂灯 非常好 他说这个买都买不到 这样这么天然的 分出来的几个叉 这个可以给你用 这个我用 然后这个上面挂灯 完全很好安排啊 我发现他那个 一到沙滩之后 他自己的这种的好奇心 就开始流淌出来了 然后我们当然那个 在海岛的时候 也让我们挺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惊喜啊 有些观众看完 可能是觉得意外 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 做完了那些饭 然后把它放在 那个食物垃圾袋里面 因为我们要第二天 食物垃圾袋里开的时候 才能请他们把它打开 所以都会把它绑在 放在那个垃圾袋里 包括我们第二天早餐 一些什么面包啊 一些简单的食物都在那边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我通过帐篷 就看到了一些影子 在我外边走 就是那个光打在我帐篷上面 那个猴子就在我前面 走来走去的影子 我说哎 是什么东西 我就爬起来 拉开那个帐篷一看 大大方方的几只猴子 从我旁边那个走过去 然后走过我的帐篷 走过一伯的帐篷 然后我就赶快喊一伯 哎 我说一伯一伯 我们好像被一群猴子 给包围了 一伯迷糊糊的起来 然后跟我说 我不知道有猴子 但我感觉我被蚊子包围了 然后我就拉开那个帐篷 一出去一看 哇 一片狼藉啊 真的是一片狼藉 整个我们昨天 用篝火 然后做饭的那个现场 就真的像是被人 那个打劫过一样的 就是好多的猴子 还在那抱着 蹲在那个石头上 在啃我们的一些 剩下的一些东西 面包什么的 还在那啃 然后大部分的 就是袋子被他们翻开 然后这个东西 全都被他们搬走了 然后但是 但是我们起来之后啊 我们早上起来之后啊 一位特别好奇 然后他也是拿了点吃的 然后尝试去 去喂一下那个猴子 那猴子其实我之前 去喂了过 我发现啊 他是他过来找你可以 但你要去找他 他就很凶 他就很害怕 所以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这还等着吧 然后他就把东西递过去 然后过一会儿 那猴子跑过来 在手里把食物拿走 我看大家都很好奇 就是那根树枝 最后到底被谁带走了 那个树枝 其实最后还 我没有带走 因为一波没有带走 对对对 我们选择还是让他留在那了 但是我们每一次的 那个转场的时候 就我们有几个不同的海岛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海岛 那个露营 不同的海岛去训练去挑战 然后在这个转场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我们走的时候 一波都要把那个树枝一定要戴上 然后他到下一站 然后第一件事情 就要把那个树枝插上 然后关上他的灯 关上他的帽子 但整个最后我们录制结束之后 我们还是把那个树枝 留在了海岛 没有把它带离 没准他回家又买了一个一样的 做纪念品 对对对 他可以留一个 我看了前面几位专家老师的视频 就是节目之后呢 然后我就在那想 我那个沙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其实刻意的也是 就想简简单单的几秒钟 然后就去找其他的事情去做 因为跟其他老师 刚刚说是在技能这方面的区别 比如说周光老师就像家长带孩子去海边玩 但是我可能更多采用的是一种 我给他画一个安全的区域 在这个安全的区域或者范围 不仅仅是地理 就是在行动上也是一样 在能够保障他安全的情况下 他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 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负太多的责任 就对一博来说 所以我没有太多细节上的回忆 我大部分的回忆都是 好 我在看路 我在看路一博有没有开错 然后我在看温度 一博会不会中暑 我大部分都是这种思维反应 没有说是回头大家看了 他做饭给我吃 对 我什么都不给他 天哪 让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做 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在做 我只给他提要求 就是你该做饭了 或者你想做什么 你随便 反正你做的东西我都能吃 大概一个这样的 你想在哪里睡 你随便 反正如果这个地方不合适的话 我们可以换地方 你想往哪条路上开 或者你想爬多高的坡 你随便 你想一个人开也可以 没事 你随便 反正出了问题 我在你旁边 对 大概大概是一个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我关注的更多是安全 就是一直在盯着路面 一直在盯着坡度 一直在盯着气温 一直在盯着地土 一直盯着一博的身体状况 但是对于全局的感知这一块 可能就会就会局限一些 嗯 因此对因此我觉得其实一博 对就是大家总是从那个发布会的时候 就说好像我这边对一博的评价很高 我说实说句真的 我这是正常的评价 我并没有刻意抬高它 只是一个正常的评价 如果说其他人 你们将来有一天有机会跟一博在一起 共同做事情的话 你们可能也会发现是同样的 我觉得首先气场上 气场上我没有想到一博会这么的冷静 因为收集的信息 大部分都是别人看到的一博 或者是别人已经加了他个人的滤镜 或者是那种完全像百度百科 或者是他就是完全写的 就是一点感情都没有的那种内容 对 然后但是一博其实很热情 他内心都非常的活跃 而且他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的强高 你不要看他身体 好像是就觉得他很瘦 不是的 不是的 他很强壮的 他的耐力爆发力等等 各个方面都还是非常好 而且其实最主要是思维这方面 真的不像是一个常年 在影视或者音乐 舞蹈这方面锤炼的一个年轻 感觉他是 运动要么是有天赋 要么就是其实他有很多的积累